请阳关太守王植 不知将军远道而来 有失远迎 我护送嫂嫂去见兄长 途经行阳关 还望放行 将军和夫人想必旅途劳顿 请在驿馆休息一宿 明天再走也不晚 我已为将军备下风声的酒席 请将军闪光 多谢好意 连日奔波有些劳累 希望能让我的嫂嫂早点休息 那我就听将军的 关将军请 快 听我吩咐一刀二更立即点火 快 关将军的住房在哪儿 那儿 好威武啊 床外何人 回将军 我是王太守的部下 胡斑 进来 这么晚有何贵干 奉命巡视 看到有灯未熄 前来查看 惊扰您了 抱歉 实在抱歉 嗯 二位嫂嫂正在歇息 由我值班 就不麻烦你了 胡斑 你怎么了 关将军恕罪 恕罪 王太守是韩服的亲家 王太守下令 命我们在二更时分火烧驿馆 受死将军为韩服报仇 嗯 南门的守卫归我管 我现在就去打开南门 将军 您还是赶快走吧 那你怎么办 将军出走后 我照常放火 这样的话 太守就不知道了 那多谢你了 大恩来日再报 这 站住 杀人范关羽 给我站住 王侄 我并无杀你之心 可我想杀你 去啊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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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